我们的歌官放微博发布了最新一期节目的预告 同时也大概曝光了混战阶段的歌单 只是,看完这期预告之后 我感觉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值得聆听的歌曲太少 而且,飞鸟组合有没有合唱成为了未知数 一,陈慧贤,孟慧元,杨坤,跳舞街 经历此前的失败以后 我想孟慧元应该不会再去选歌了 所以杨坤族选取的任务大概率会给到陈慧贤 毕竟陈慧贤拥有的经典曲目是比较多的 而且在早期节目中 陈慧贤也凭借经典单曲收获了好成绩 接下来继续演唱他的歌曲 或许能够延续这种成功 所以,本轮混战 三人一同演唱跳舞街 这首歌曲最初神奇奥德的《A2WAP》 后有日文版《OCOGENOME》 在陈慧贤的众多歌曲里面其实并不算非常出名 但是却是一首非常适合拿来活跃几分 现场演唱的曲目 有点可惜的是 这首歌曲《马嘉琪》并没有加入演唱 四人一同合唱这样一首活力自射的曲目 想来可以拿到更多票数 2.张文廷大张伟 忽然之间 本期张文廷将会给大家带来莫文蔚的经典作品 忽然之间 不过相较于原版的柔情 张文廷在副歌部分的演唱已经说明 这是一版片重型的忽然之间 我个人觉得这种改编是正确的 因为副歌部分节奏更快 听感其实更好 不过就是不知道张文廷这首歌曲适合谁合唱了 我注意到张文廷身边有一位弹吉他的男子 大概率会是大张伟 因为在预告片头的时候 大张伟穿着类似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3.大张伟 江麦奇 张远 和自己赛跑的人 本轮张远将会演唱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这首歌曲本身的热度并不算高 歌曲也不符合当下的主流审美 是一首不怎么适合拿到我们的歌的舞台来演唱的歌曲 但是他们依然这样选了 所以我倾向于是大张伟选择的这首歌曲 三人合唱这样一首偏慢 且并不注重旋律线的歌曲 最终效果恐怕不会太好 4.马佳琪XX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马佳琪在本轮将会演唱孟提伟的经典作品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单曲 歌曲旋律几乎所有人都听过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马佳琪的歌曲 将歌曲的条件低到适合自己的音域 演唱时候添加了更多的投声 去对声音进行修饰 但是这段预告中马佳琪的声音 就让我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翻唱了 我更好奇的是 马佳琪这一次会和谁一同合唱这首歌曲 我希望马佳琪是和孟会员一同合唱 因为两位歌手的嗓音是比较契合这首歌曲的 飞鸟组合有合唱吗 按照平均分配原则 如果两人合唱是张文廷加大张伟 三人合唱又各自占了一个名额 那么最后一轮可能仍然还是三个人 只是那个XX或许就不会唱了 因为他已经唱了两轮了 所以 飞鸟组和两人合唱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最大可能是多人一起合唱 说起来 今天我们的歌混战阶段不太好看 其实就是因为各组分配不太合理 大家似乎都并没有认清各自的优势 以及该如何分组让音缘获得更好成绩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预告的哪首歌曲呢 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